中華民國萬萬歲 如果你最近繳稅 繳得非常心痛 但是今天的一萬塊之亂 你恐怕心會更痛 因為你非常認真上班 你辛辛苦苦 你非常規規矩矩的繳稅了 結果你一毛錢都拿不到 政府說要照顧這個社會上 最基層 最底層的辛苦人 要給他們一萬塊 可是你對付這辛苦人 你居然是拿出一個天文方程式 而且要他拿出九種的證明文件 等於說他們拿不出來又急又哭 任俊科 這個亂象是 難道是一萬塊之亂嗎 請你現在聽到我們背景 蹭的這個音樂 比較上一點年紀的人 大概都有一些感觸 這個在台語歌裡面 叫做為中十萬塊 他講的是早期在台灣的 這個比較窮苦的生活裡面 有些女孩子被人家賣掉了 那賣掉之後本來要俗生 以為一萬塊就可以俗生 沒想到最後變成要十萬塊 他根本沒有這個錢 所以就開始哭 你知道今天在台灣 很多地方也上演 大家為了要去領這個 所謂的紓困金 我跟你講 你如果哭領得到就算了 有很多人哭完了之後 還告訴你說 我還是領不到這個錢 為什麼 其實之前大家就在想說 這次肺炎真的很嚴重 希望政府提出一些紓困的方案 結果蘇貞昌院長 他就提出來講說 有... 可以有這個所謂的 一萬塊個人的部分 你就可以領這個紓困 很多人就說他4號告訴大家 4號即日起 你只要拿著身分證跟帳戶 去現場就可以拿到現金 結果他發現說根本不是 6號才開始 而且是九種文件 對 而且更誇張的是 其實基層根本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並沒有先告訴這個基層 說你要怎麼說 好 所以你光看這個 我們直接跟大家解釋 因為做媒體 一定要讓大家搞清楚 一萬塊怎麼領 但是我跟你講 我看完之後只有幾個感想 第一感想就是什麼 你知道ABCDEFG 完全都是狗狗狗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 好 來 先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要領這一萬塊 你要先知道什麼 來 第一個 你的加戶每月平均收入是多少 你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他告訴你說 加戶每月平均收入等於 戶內所有的109年1到4月 總收入再除以4個月 我跟你講 光看這個就頭大了 我媽立刻問我說 我這是... 我A就不行了 你還有B你知道 你如果要去領的話 你要去找你的加戶總存款 什麼意思 你要到109年4月30日子 戶內所有人存款餘額的加總 那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你要把所有人的 那個小婆 口座都收一收回 萬一我們家裡有個錢 存得比較多一點就沒了 那是你家的事 你要選擇 你不要拿出來 因為當然要去查對不對 再來就是C的部分 加戶內每人存款免納入計算 15萬元乘以加戶人數的人 等於多少元 我老實講 以我的聰明才智 我光看這個我也看不懂 我可能到這裡我就不要領了 我就放棄了 不行... 加戶人數多少人 加戶每人每月生活費 這些只是一開始的名詞定義 為什麼 接下來有計算的公式 這個計算公式非常簡單 因為按照文字上面來看 我們看得懂 但是不知道他到底在講什麼 你如果是A加戶月平均收入 加上B的加戶總存款 減掉C的15萬元 乘以加戶人數 再除以D的加戶人數 等於1 1是什麼 就是加戶每人每月生活費 這個真的太厲害了... 我告訴你 我給你1萬塊好了 我給你1萬塊 真的 我跟你講 很多這個承辦人員 他光看這個他也混掉 你不要以為算出來 就是結果了 不是 六都標準不一樣 沒有錯 你還去對六都的這個標準 所以我就講 就是你一開始提出來 這件事情 或許是一個沒... 你想想看 這個索寬方案提出多久 你老實講 你再怎麼東算西算 基層人員一定要知道 好 我告訴你 這只是在名詞定義而已 因為你真的要去你的時候 我們還要用例子算給大家聽 台灣人最喜歡舉例 如果以林先生 一加三口來申請的話 你看一樣是A B C D 告嘎 D 全部通通都用 這些一大堆的數字 所以你看他A的部分 要先把它套進來 109年1到4月總收入 如果他有13萬6千元了 還要再舉四個月 等於3萬4千塊 這是你的加戶月平均收入 所以要加戶月平均收入之後 你再回來算你的B 再算C 算出來之後我告訴你 拿出了一個金額叫做 你看 他算出來是 林先生是2萬8 但是我跟你講 不是 重點是什麼 你剛剛講到6度都不一樣 各縣市都不同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叫做 各縣市的生活的平均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講 你當你計算出這些的時候 你告訴我說 加戶每人每月生活費 我老實在想 這個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我今天可以吃好一點 我今天可以吃得不好一點 這一段時間大家都吃得不好 那你跟我算這個加戶 每人每月生活費的意義是什麼 我如果生活費寫得高 我可以請得高嗎 還是我生活費寫少一點 你就會給我少一點了 沒有任何的意義你知道嗎 所以當他今天弄出來 這個名詞之後 剛剛為什麼講 今天各縣那個區公所 一大堆人排隊 一早八九點 是二三百人 大家在那裡領 你知道嗎 為什麼就想說 我現在來 我才領一萬塊 結果我先問你 ABCD 你覺得每一個人 會把它搞清楚嗎 每一個人會把家裡的存責 統統都帶來 而且你知道 帶存責沒有用 因為他要到4月30號之前 而且他還要證明 你每個家戶的工作證明 存款證明 總共九種文件 缺一個都不行 你還要去刷本子 對… 你還要去刷本子 那我如果先把錢引出來 告訴你說我請存款沒這麼多 那這樣子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就講 很多人就講 你今天搞這些事情怎麼辦 我跟你講 縣市首長就厲害了你知道 縣市首長第一個 大家如果領沒的 找沒的 你像說你如果排隊排兩點錢 結果你一萬塊領沒 你還要在那裡扣 那不是為了十萬塊的事情而已 結果新北市長後宇 他就先挑出來 他說沒關係 你如果有限送款 你剛剛說要幾種證明文件 九種是不是 你要排隊是不是 你這邊有ABC你告訴我 第一次我不要管 你每一件拿來 我通通都收 有法律責任 就追究市長的法律責任 說起來 說起來這個很霸氣 很霸氣 但為什麼 他講了一句 他說很多人都跑很多座 你知道嗎 這些都肯定人 你今天叫這些人 為了你這個一萬塊 然後這樣子東跑西跑 然後跟他講這個不對 那個不行 這個不對 那個不行 我說真的 他跑的時間就花不只一萬塊 所以他就這個部分 就跟人家講說 沒關係 你今天劍送過來之後 第一線執行人員 你都把它有問題的話 姓名電話留清楚 為了要抓錢 大家都會留真實的電話 都會留真實的姓名 但是他講這個 他認為說這個發放 要重寬認定 資料重前 最重要是什麼 重塑發放 你如果跑十座 結果你一萬塊而已 沒有 開始時間就不一樣 我跟你講 鄭文燦是桃園市長 他民進黨籍的 他也出來講話 他說什麼 我盡量用牽手觀音的態度 來接住每一顆球 連大哥都酸 我不知道我們要不要做一下 牽手觀音的動作 問題是什麼 人家講說牽手觀音是 把很多東西都承接下來 我說真的 民進黨的管政府 你也不要說得這麼客氣 為什麼要做牽手觀音 你應該去跟什麼 你應該去跟中央講 中央應該用牽手觀音的態度 不是地方 你到最後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難道我們真的去追究市長嗎 結果大家就好奇講說 這一公司誰算出來的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財政部是不是 不是 現在傳出來講說 是衛福部 因為陳時中今天也跳出來 他講說真的 他發現到大家都覺得有困難 所以特別註記這邊只要拒絕 留下身分證之後 讓我們自己來查帳戶 這樣可以這樣做 你讓美國人自己在這裡 算這些有的嗎 你覺得ABC電話寫出來 我跟你講你寫個頭 如果資料不對 數字不正確 還用版偽造文書嗎 在台灣有一萬塊之亂 現在美國是出現 殺人蜂之亂 之前這個殺人蜂 其實他都生活在亞洲地區 過去一年 他殺的人口將近有50人 他身上的殺傷力非常強 朱大 聽說他現在 居然不知道為什麼樣的原因 就出現在美國還有加拿大 因為疫情還沒結束 但美國農業部 已經發布了緊急通報 他說大家不要小看 這個殺人蜂 Killer Bee 他每一隻的大小 比正常的蜜蜂要大2到3倍左右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獨一是一般蜜蜂的6到7倍 所以換句話說 第一個如果你是人 他要來盯你的話 你的防護衣 因為他的這個風針 長達6公里左右 6公里比一般蜜蜂要長很多倍 而且他沒有倒鉤 所以一般蜜蜂盯你一次 拔出來內臟脫落死了 但殺人蜂就是不會 大虎頭蜂是不會的 他可以一次再次刺到你死為止 所以第一個 他對人構成非常大的威脅 第二個 這個大虎頭蜂是肉食性 你看你畫面上看到 他體積比一般蜜蜂要大對不對 而且他專吃蜜蜂 所以他今天會鎖定蜂箱 蜂巢去直接咬下去 幾個小時之內 他可以摧毀掉 3萬隻蜜蜂的一個蜂巢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第一個 你的蜜蜂 你原來養蜂人 現在可能沒飯吃 因為大虎頭蜂把你的蜜蜂吃光光 第二個 你今天沒有蜜蜂 不會授粉 你的水果沒有辦法成長 你農業受到影響 所以當地的很多昆蟲 學家說你如果真的把它拿來看 你就發現它好像出現在 這個童話裡面的惡魔長相 它的身體也比較大 而且看起來非常凶狠 所有的蜜蜂 幾乎都沒有辦法抵抗它的攻擊 唯一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麼幾百萬年來 這個大虎頭蜂肆虐蜂界 好不容易有一種土蜂 想出來一個方法 就是當你這個 因為它都在亞洲 當你入侵土蜂的蜂巢的時候 他們就用自殺性攻擊 把大虎頭蜂包在裡面 然後拚命三翅膀 三翅膀 三翅膀 你不要以為給它吹涼 是因為裡面的溫度 會提高到45度以上 也就是這種類自殺攻擊 足以把大虎頭蜂 在裡面活活熱死 可是這樣也只能殺一隻 所以是幾百隻殺一隻 幾百隻殺一隻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美國農業部後來只能說 很有可能是 他們坐貨櫃輪 貨輪運過來之後 從亞洲就跟著在裡面竹巢 一路跟著過來 因為一隻女王蜂 就是大虎頭蜂 女王蜂 大概跟你的拇指差不多大 這麼大 那你除非能夠抓到女王蜂 否則整個蜂巢是沒有辦法消滅的 一隻 兩隻 三隻 就足以毀掉一整個 一般蜜蜂的蜂窩 而且現在美國最擔心的 因為他們的農業 其實靠蜜蜂來講維持非常多 他們的授粉 有大概三分之二都需要靠蜜蜂 但是現在蜜蜂本來就已經 大量在神奇的消失 而且現在這些殺人蜂過去 他專門殺蜜蜂 所以美國現在其實是如臨大敵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美國之前我們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們聊到的都是南海的局勢 聊了好幾天 但沒有想到這幾天 居然在俄羅斯的家門口 在巴倫之海 英法的聯合艦隊 居然跑到人家家門口去 而且還說我要讓他變成慣例 這好像阿公在講說 他來我們台灣要形成慣例 這種感覺 說真的 這不叫青門踏戶 這什麼才叫青門踏戶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上次也跟大家講過 過去前蘇聯到現在俄羅斯 他其實最忌諱的 就是北約有空 沒事跑到巴倫之海 跑到北極海來繞繞 轉一轉的 為什麼 其實過去蘇聯到現在俄羅斯 他基本是把北極海 就整個北極海 視為他的絕對領域 當然這個絕對領域 我們知道 那個一定要保護得非常好對不對 所以俄羅斯過去 他其實是俄羅斯海軍 實力最堅強的北海艦隊 他的母港就在哪裡 就在莫曼斯克 然後他的潛艇就在附近的佛雷安尼 因為如果你今天 北約跟這個艦隊 潛艦也好 或說是飛機也好 侵入了巴倫之海的話 你只要到了巴倫之海 到北極海 你要對俄羅斯發動攻擊 這一大塊區域 你的這個飛彈隨便射哪裡 俄羅斯 甚至連西伯利亞境內 所有目標都任由你打 所以在這個角色 你俄羅斯怎麼可能會讓人家 跑到正面來 但是你看 現在美英海軍跑來 北極圈進行反潛的這個連野 衝著就是衝著哪裡 就是衝著你 巴倫之海這邊 穆曼斯克附近 佛雷安尼的 俄羅斯北方艦隊潛艦基地 因為這個地方是俄羅斯 所有彈道飛彈潛艦的 幾乎都擺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過去 以前大家是在這個地方 坐了不說 美國一定會擺一個攻擊潛艦 然後只要俄羅斯的彈道飛彈潛艦 一出來他就看 那個畫面跟情節 就跟我們大家看到 獵殺紅色實驗一模一樣 但是你看這次 美國第六艦隊他就負責 這整個歐洲大的區域的海上作戰 跟英國皇家海軍 他們美軍派了四艘軍艦 其中三艘驅逐艦 然後一艘捕擊艦 然後另外英方也派了一艘巡防艦 然後跟著一起跑來 巴倫之海逛大街 所以我跟你講 這俄羅斯真的很狠刀 蕭伟哥 這邊有一個說 他30年來已經沒有航行 所以幾乎是冷戰之後 就從來沒有去過 怎麼這個時候去了 我覺得可能還是因為 跟美國大選快到了有關係 對 因為川普他為了要強化 他在美國國民之中 一個強人的形象 就過去這種 大家都不會去碰的這個地方 然後他去特別來表達 他的這個強烈的立場 再加上因為之前你知道 美國之前不是那個通俄門 鬧得沸沸揚揚嗎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川普就要表現說 通俄門已經跟我一點關係 都沒有了 我即便是對俄羅斯 我也趕到他家門口 告訴你 我美國人就在這兒 美國人在這裡 他就要到這邊 也要來讓美國更加偉大 但是當然說以俄羅斯來講 他也覺得不是吃素的 因為你看他在這個地方 他俄羅斯 他們我們剛講到 有他的這個北方艦隊 北方艦隊第一 有俄羅斯最大的巡洋艦 基洛夫級的巡洋艦 然後彼得大力 另外他光榮級的飛彈巡洋艦 莫斯科最近剛完成大修 也重新回到北方艦隊 而且俄羅斯在我們剛剛講 北方艦尼這個基地裡面的潛艦 其實你知道嗎 俄羅斯的核動力潛艦是非常厲害的 不管他彈道飛彈潛艦 或是巡翼飛彈潛艦 或是一般的攻擊潛艦 甚至他的核攻擊潛艦 可以跑到40節以上的高速 40節什麼概念 他水裡這個潛艦可以跑到 大概70公里左右 去幹嘛 去做快速的戰場轉押 當然因為大家會說 40節這個速度說真的太吵 你也聽不到外面 然後外面反而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哪裡 但是也藉由這樣一個高速移動 讓蘇聯的北方艦隊 俄羅斯的北方艦隊的潛艦部隊 隨時隨地可以進入北大西洋 甚至進入大西洋 然後威脅到美國跟歐洲之間的 海上航運的安全 但是說真的 這次真的這麼挑戰 你衝到人家絕對領域裡面 你看你知道 你對這個 如果說你碰到比較在意的這些人 你要去侵踏他的絕對領域的話 他跟你翻臉 所以這次說真的 我們看普丁這次除了派前艦 去追美國這些軍艦之外 他後面還會不會有一些更大的動作 我們都要觀察 美俄現在的狀況 感覺好像是會進入一個緊張的狀況 老師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講到緊急狀態 日本他們好像從昨天開始宣布說 要把這個時間延到5月底 緊急狀態裡面 聽說有一群人一點都不緊張 照常過他們想要過的日子 專門玩爬琴哥的這些人 聽不見 是 這個是一個日本非常特別的現象 我們到日本去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有三多 便利商店多 藥妝店多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薄清哥的店多 現在日本安倍政府 他說要自訴 自訴就是希望薄清哥不要開 但是都市的薄清哥沒有開 但是鄉下的薄清哥卻什麼 卻照常開 所以我跑去鄉下玩就好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跑到什麼 跑到鄉下來去打薄清哥了 而且大排長榮 你問這些人說 你為什麼要去打薄清哥呢 他就說 那個新冠肺炎那個 那個是有錢人才會得到 而且他說現在要自訴 在家裡多無聊 當然要來去打 當然要來去打這個薄清哥 其實很多人一直在問說 薄清哥就一個什麼 就小鋼豬而已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好玩 其實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結合了一個什麼 技術與樂趣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薄清哥它是要怎麼打 它是有一個轉 而且你要去控制什麼 你要控制這個小鋼豬的 一個什麼的一個力道 還要控制小鋼豬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角度 那個是一個什麼 那個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一種什麼 那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一種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來去玩 這個薄清哥玩一玩就上癮 我之前對於小鋼豬 也是非常的沒有興趣 但是一進去之後 我既然什麼 我既然就上癮了 老師 除了技術的話 它真的可以賺到錢嗎 那個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薄清哥 它有一個什麼 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什麼 就是拿這種小鋼豬 來去換這個什麼 來去換贈品 但是因為日本 它對於那個小鋼豬 它不列為一個什麼 不列為一個賭國 所以你要去 它就給你一個什麼 特別的一個贈品 特別的贈品之後 你就到旁邊去 去換什麼 一個叫做TUC的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什麼 你就可以拿到錢 所以它是變相的一種什麼 它是一種變相的一種賭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薄清哥的店 非常非常的一個多 所以很多人就專門靠的 這個什麼 薄清哥制度 它一天可以賺多少錢 日本的一個薄清哥的一個店 一個什麼 如果它有熱門機台的話 那個是要排隊你才能夠排得到 而且日本的一個什麼 薄清哥一個什麼 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就是什麼 它的小鋼豬是不同的價格 而且每一個機台的一個什麼 它還按照這個所謂的一個什麼 得一個什麼 中獎率 還有不同的一個機台 最重要就是說 一家店有一千 有一千個機台的話 它每一個機台 都有不同的一個特色 所以很多的一些 日本的一個什麼 日本的2017年 有錢人當中就有一個什麼 就有非常多是因為薄清哥而致富 甚至連製造薄清哥的機台 都是什麼 都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個富豪 所以薄清哥已經是日本的一個什麼 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鏈 而且到薄清哥去 你以為說 只有打小鋼豬這麼無聊嗎 沒有 薄清哥你打累了之後 你還有什麼 他還會提供什麼 他還會提供你各式各樣的餐點 甚至我去過一家 他還提供Buffet 而且他還有什麼 你打累了之後 還有按摩床可以按摩 甚至還有做美甲什麼等等 甚至很多人騎著腳道車來 他還提供你什麼 自行車的一個充氣的 等等的這些用品 所以它是非常的一個什麼 非常的精緻化 非常多樣化的一個什麼 老師 聽說日本還有一些明星 也曾經沉迷這個薄清哥 對 去薄清哥店 還有一個什麼 很重要的福利 你會遇到明星 而日本很多的一些明星 其實非常喜歡打這個Pachinko 所以日本的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明星阿布寬 他之前就是剛出道的時候 因為他身高非常的高 189公分 所以要跟他對戲的一個明星 我們都知道說日本的女孩子 身高都不是很高 所以他很難接到戲 結果他就到Pachinko 來去度過三年 而且他想說利用這個Pachinko 來去賺錢 有沒有 甚至拿一些贈品 來去度過他的一些什麼 來度過他的生活費 而且他有一次借來什麼 他一次輸掉25萬日幣 所以這個Pachinko這個東西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樂趣 但是其實坦白來說 他就是一種賭博 所以日本現在要做防疫的話 可能要先搞定這一群人 大陸這幾天 大家都說他們天生異象 是不是會必有妖念 沒有想到在湖北一個晚上 居然發生了14萬次的雷 休息片刻 馬上回來 天生異象必有妖念 最近中國發生了很多 天氣上的異象 3月的時候有北京的妖風 最近又出現了湖北的怪雷 這到底怎麼回事 對 而且這個是經過 他們科學統計 意思是什麼 這是儀器監測 而不是肉眼下去看的 這個發生在哪裡你知道 發生在這個湖北跟湖南地區 在5月4號晚上8點 到5月5號早上8點 總共12個小時裡面 在這個華中地區 一夜的閃電達到14萬次 這是什麼概念 我跟你講 這個概念 我就是算給你聽 因為有網友立刻說 我的天啊 14萬次 你是怎麼打的 我跟你講 0.1秒打一個雷 也要打4個小時 才有辦法打14萬次 0.1秒一個雷 0.1秒一個雷 用這個方式來計算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天啊 那個整個的那個華中地區 不是整個... 你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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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嚇死人了 還有閃光 因為有時候不見得有雷聲 他其實就是那個 所以他們也講說 有什麼震傘 有什麼負傘 但不管你怎麼閃 門雷什麼 響雷的 但不管你怎麼閃 你知道嗎 武漢這個地方 三個小時內發出了 8條的這個預警 而且最誇張的是 我們一般講說打雷 打雷之後不是會刮風下雨 可是它之前也沒有任何的預兆 突然打完 那個閃電打完了之後 它本來當地是35度的高溫 立刻就變成清門大雨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你會覺得 這好像災難片有沒有 什麼...過後這樣子 這感覺好像雷神要出來了 對 而且我跟你講 那個雨大到什麼程度 因為它已經很多地方 就造成低瓦地區的淹水 因為它瞬間雨勢太大 根本都排床 而且你看那個畫面 雷神索爾來了 我覺得好像... 好像它要出現了 但是我跟你講 這真的就是他們真實所看到 所以也有人講說 天啊 像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天有意象 有人就講說說這一段時間 這誰有冤情嗎 對 也有人講說 是不是因為中國大陸 最近這一段時間 因為肺炎或什麼的 是不是有些人就覺得怎麼樣 這有些是民俗的傳說 可是我跟你說 不是只有湖北這個地方有 在北京三月份的時候 事實上也有人發現到 你當然說如果到北京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處在杜拜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麼熱 因為不是熱的問題 是因為它的空氣 居然都灰蒙蒙的 而且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還有閃燃這樣子 整天這樣燒起來的那種情況 因為它那個時候 風這麼強 風很強 因為那個時候北京居然出現了 所謂的六級到九級所謂的風 那這個風為什麼 我剛剛講說在杜拜你知道 其實是因為 你看那個杜拜電影不是都有 那個沙塵爆一下 然後整個空氣都灰蒙蒙的 因為地上的程度被捲起來 北京在三月的時候 一度也因為這個所謂的九級大風 也出現這樣 空氣中都是霧蒙蒙的 而且是那種沙土的黃色你知道 而且我們一般講說 像這個如果你空氣熱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如果吹焚風很有可能會讓樹木 自燃或什麼的 結果在北京居然也有很多地方 比如說金濟這個地方 就是北京 天津跟河北保錠 這個地方 這是有很多地方 那個火就直接這樣 樹就這樣燒起來 而且也有人講說 它那個燙還不是整片… 他說每一個火源還有 你看像這樣 還有距離的 還有間隔的 它是冥冥之中注定好了 甚至還講到說我跟你講 那個意象不是只有空氣出現變化 連遺和園內的昆明湖 都出現漲潮 我這樣講的時候 可能大家沒有概念 我稍微解釋一下 圓民園 遺和園大家都知道 那個昆明湖某種程度 它現在已經成為 類似像水庫這樣 因為它的水是來自於金山 在金潮的時候 他就講說從金山水 所以一度被稱之為叫金湖 為什麼他解釋這麼細 就是說它怎麼可能會出現漲潮 因為它其實就是山上水流下來 又不是從那個湖裡面 那個海裡面把水灌上 所以它出現漲潮的時候 有人就講說過去 曾經有過三次的時候 曾經在這個所謂的昆明湖 有漲潮過 一次是毛澤東去世之前 一次講說袁世凱去世之前 一次講說慈禧去世之前 所以這一次的漲潮 跟這個所謂的九級大風 漲的潮可大了 對 所以有人講說 這個很有可能 也是這種所謂的異象 而且不只是這樣你知道 譬如說在5月5號的時候 在廣州有一個叫做虎門大橋 這個虎門大橋 它其實也連接到東莞這個地方去 結果你知道這個橋 其實在1999年的時候所見的 那時候江澤民還是 它橋面上下在晃 對 你現在仔細看 它晃得有點可怕 現在不是我們鏡頭在晃 而是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好像抓在你顧著 好像那個橋在呼吸這樣 很像我的肚子 以為它是海源 又我的可能會比較貼貼 搞不好是它設計 設計會呼吸的橋 不是設計 從來沒這樣抖過 沒有這樣抖過 這個從1999年蓋完之後 突然抖起來 你從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整個這樣晃 而且那車子幾乎都不敢走 你知道嗎 就整個停在那裡 為什麼 他們是這樣講 官方說是因為那個時候 風可能稍微有點大 大的時候橋面因為長 所以這個抖動是正常的 為什麼 風這樣一吹過去 就會把它捲起來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那邊看的時候 你看那個柏油路 而且你想想看橋是什麼 橋是鋼鼓結構 那個都可以讓它吹到 從畫面上面看起來 那個車子像在上面這樣子 跳舞 跳舞那個情況 你想想看這個風有多大 所以那個時候在吹的時候 其實後來你剛剛看為什麼車子停在旁邊 因為當局就說這個車別再讓它過去 如果真有一個閃失的話 誰承擔得起 就會想到台灣 其實之前也有一個斷橋的意外 現在再過兩個禮拜 大陸 中國他們就要舉行兩會了 兩會 兩會之前 現在大家很明顯的 有兩派勢力 好像在角力有一個 當然就是反習的勢力 另外一個就是整肅反習 反習勢力這邊 其實之前就有一些諷刺習近平的文章 但是最新的居然有一篇 出自鄧小平的兒子之手 真的有這回事嗎 我們先講 中方已經確定兩會的日期了 這個一方面對外表示 我已經對疫情控制 另外一方面對內 就表示我掌權掌握得妥妥貼貼 我已經可以非常安心 而且請注意 目前為止講的還不是遠距開會 是大家要到這邊來 所以換句話說 我對這些人控制得非常妥貼 尤其是五次剛過 你知道實際上 他兩會確定之後 真正發生在中方的狀況是 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外抗強權就是現在中美的對抗 內除國賊是什麼意思 我們大家慢慢來解釋 你看到最近在網路上一直謠傳說 鄧樸方 也就是鄧小平的兒子 寫了一封信直接指責 現在的當權派說 兩會代表你到底要維護人民 還是某個專權者 另外一個是當權者定於一尊 誰的一尊 是誰定的 甚至直接講說那個疫情 中央有沒有瞞報 好 我們必須要講 鄧樸方的這封信 到現在為止 沒有辦法證實是不是他寫的 但是他在網路上到處流傳 既然有流傳是有蹊蹺 為什麼有蹊蹺 就是你覺得如果不是有人 想要動習近平或是內心隱隱約約 想要趁這個機會 趁你需要你命的話 幹嘛放這個消息 好 所以習近平這邊 也是按部就班的在動手 動手什麼 第一個 孫力軍是公安部副部長 他原先是對內的國家保護的 國保單位的負責人被抓 而且是真的被抓 那真的被抓不是說謠傳被抓 而且被抓完之後 第一個 大家就幫他推論說 這個我們後來檢討的時候 說他是周永康遺毒 為什麼是周永康遺毒 因為他是你看這個圖板上他旁邊 他是孟建柱提拔的 那孟建柱百分之百是江派的人 所以你既然要拔周永康 就要拔孫力軍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們鬥爭非常厲害 由下往上拔 你從上往下拔 下面的人搞不好跑走 你從他底下 他提拔人拔上來 孫力軍一被拔 孟建柱請注意5月3號 被中央警衛團逮捕 而且他已經退休三年了 退休三年照樣抓你 而且把你清算到 這個媒體的描述是 他在上海多個房產全部被抄 抄到一張紙片都不剩 而且整個北京的公安跟警察的體系 被抓得天翻地覆 有一個謠傳說朝陽區 就之前謠傳有疫情爆發這個地方 光警察體系被抓20幾個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如果聽他們講話 要聽後來的檢討 就一被抓孫力軍 大家會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王小紅就是現在公安部特勤局的局長 他是2015年習近平把他提拔進來 就是接傅政華的位置 傅政華現在也消失了 據說被軟禁 王小紅他直接在會議裡面檢討 我跟你講他講的東西還 第一個押韻 他說孫力軍我直接照念 他說長期以來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不守紀律 不講規矩 不知敬畏 肆意妄為 也就是直接講 你不把習近平 習大大當老闆 我一定要抓你 而且再來說他口是心非 陽奉陰違 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兩面人 兩面派 還說他用人為親 任人為利 拉幫結派搞小團伙小村子 這什麼意思 你弄了一團人 你打算對付我習近平 所以我王小紅既然是習近平的親衛軍 抓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剛剛講 王小紅跟王少軍 王少軍是中央警衛局的 他專門負責中央領導人的安全 但除了習近平國家主席之外 名為保護 實為監視 所以現在王小紅跟王少軍 百分之百是習家軍的時候 北京城內 攻城之中 沒有人是習近平動不了的 因為中央警衛局 他可以抓捕任何的高層 而且都是習近平直接下令的時候 他跟公安部特勤局兩邊結合 現在就要開始大清洗 你讓鄧蒲方的信到處傳 我把任何有意願 有可能 甚至有動作的人通通抓光光 看你兩會期間 還敢不敢隨便亂動 蔡老師在鄧蒲方的公開信之前 其實也有一個是紅二代 他也寫了一個奉習的文章 任志強寫的 他寫這文章也是紅二代 雖然有說他們是紅二代 裡面比較外圍的人 不是核心的人物 但是不斷的發生這個事情 到底在政治上代表什麼樣的意涵 我們可以看到說 習上台之後 其實就是以所謂的樹灘 然後甚至是維穩 其實抓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人 其實這些人他們就是趁機 其實一直想要所謂的一個反撲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從之前上台來了 幾乎抓了不論是正國籍 或是副國籍等等 人數其實非常非常多 其實有非常多 其實是屬於江派 所謂的一個江系的人馬 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 雖然說他的一個什麼 基礎非常非常穩 但是他跟江澤民之間的一個關係 好像是隔成山 而且甚至他們開所謂的一個 會議的一個時候 幾乎都沒有打照面 江的一個人馬 其實在現在 到底有沒有被完全肅清 其實我覺得習也沒有把握 這些人其實就是趁習最弱的一個時候 來去予以所謂的一個反撲 這一次的一個疫情 我們可以看到說 習近平其實坦白來說 他做的其實並沒有非常的一個好 而且跟美國的一個關係也搞了一團亂 所以他們當然要趁這個時候 你最弱的一個時候來去反撲 現在再來講到鄧蒲方的這封信 到底是不是鄧蒲方所寫的 其實鄧蒲方他在去年的兩會之前 他也有寫過一封信 他也有寫 然後甚至他有發言 也就是說 習他的一個路線 其實已經是什麼 已經背離了他父親鄧小平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路線 那這一次這一篇也不意外了 對 只是這一篇好像寫得更深入 而且還指了他的一個15點的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罪狀 所以很多 但是從他這一封信 現在傳的一個沸沸沸揚揚 鄧蒲方都沒有出來 他並沒有出來說 這封信並不是我寫的 所以這封信是不是鄧蒲方的一個旨意 叫別人所寫的 因為它裡面涵蓋的一個範圍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廣 但是這可以視為是一個什麼 中國大陸的一個什麼 習近平跟所謂的一個江派 甚至是跟鄧派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開始的一個 決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中國現在內部還有一股民意 因為認為說 美國現在趁著疫情的關係 自顧不暇了 我們現在就是武統台灣最好的時機 沒有想到這股民意 越來越高漲的情況之下 平常說要武統 喊得最大聲的解放軍的 退役少將 橋梁 他反而出來說告訴大家 現在這時機不對 到底怎麼回事 好 當然這篇文章 你要把它在大陸媒體 就是香港媒體上的原文 你要拿出來看 因為今天我看到 國內有幾個媒體轉述 但是其中很大的一間媒體 平面媒體轉述的時候 其實滿斷章曲 會得要領嗎 不是 非常斷章曲 因為它其實裡面 文章就寫的時候 就寫到說 今天我們必須要展示 我們這麼多年的整軍精武對不對 現在武統台灣 已經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是現在不是時機 為什麼 因為他說 因為美國一定會來干預 好 我平面媒看了這句 就把它拿來做一個抖大標題 但他其實下面有講到 美國會不會干預 跟美國干預到什麼程度 或美國用什麼方式干預 他其實底下有 他一連串的一個聲論 也就是說他現在認為 今天兩岸之間 他說兩岸之間的問題 其實他說穿的還是美中之間的問題 也就是美中之間 美中大爭鬥這個格局下 有台灣問題 也就是說今天要解決台灣問題 最重要還是要解決 美國跟大陸之間的種種爭端 也就是等於 你把上面的這個部分搞定了 你下面的部分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他說 他其實裡面有講 他說現在很重要一件事 要向大陸 大陸要向美國跟台灣 同時送一個巨大的信號 讓台獨這條心完全死掉 就是要讓台獨這個心完全不用再 不要再想有台獨有可能的空間 另外讓美國也要知道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支持台獨 美中之間未來會如何如何 其實他是整篇的文章 整個邏輯是這樣 沒錯 他是說現在如果去對台灣 進行武統 他說現在看起來 未來文統是沒希望 武統是一定的 但是武統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現在他如果現在以中國大陸來講 現在是在朝民族復興的道路上 如果今天因為武統台灣 而導致復興民族的重要道路 一時半刻獲得阻攔的話 這個時候要不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來做武統這個事情 所以他要把這整個 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深論 當然其實我們看到 最近這段時間 周邊這個動作不轉 特別是你看到 美國在這個區域裡面 他最近有很多幾個 針對性的演習 當然第一 我們看到這幾天B1都跑來 台灣附近 今天第三次了 對 他這個B1其實說真的 這一連串的變化 步調之快讓人非常驚訝 為什麼 第一 我們記得上次還在節目裡面講 美國的B52在關島 撤回去了 而且沒有輪班 大象漫步 而且漫步完之後就回去了 回去了之後沒有人來接替 因為它本身 一直是一個輪調的一個作為 然後之後幾天就看到 美軍的轟炸機 用川流動態式的步數 然後結果沒想到 又過了幾天 居然派了四架B1轟炸機 回到關島 B1轟炸機說真的 它其實很有意思 為什麼 它是美國B52最老的 跟最新的B2轟炸機中間的一個 B1它是夾在中間的 但是它這個飛機 它本身其實具備核武打擊的能力 另外由於它本身 它現在又具備另外一種新的 叫AGM-158 這個飛彈的攻擊能力 AGM-158這個飛彈很厲害 它不但能夠飛到 去打陸上目標 而且它如果拿來打船的話 它還有人工智慧的智能功能 也就是說它今天在海上有一堆船 它這個AGM-158飛彈飛進去之後 它會挑筋減肥 它會挑最肥美的去打 它在測試的這個階段你知道嗎 美軍那時候拉了三條船 然後上面有貨櫃 堆了不同的貨櫃結構 然後這貨櫃結構 堆上去之後 那個AGM-158就會打 它原先所設定的那個目標 不會亂跑 這就很厲害 再加上你看 美軍他們在駐日嚴國基地 它是一個陸戰隊的FA-18單位 它把AGM-84是空射的魚叉飛彈 也掛到美軍的戰機上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 它其實就展示了 美軍在這個區域裡面 它其實對潛在對手的艦艇 它有具外打擊的這個能力 當然你說大陸 它其實在這段時間也展示了 他們新的深圳號驅逐艦 它的深圳號驅逐艦 它能夠搭配16枚的陰級飛彈 這個陰級飛彈是什麼 它也是一種反艦飛彈 所以甚至於它16枚射出去 它這個16枚騎射代表什麼意義 就代表它其實可以對海上的敵軍 構成一個叫做飽和攻擊 因為你一次丟了十幾顆出去 你這個作戰器 然後攔截要花點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等於美國在這區也有動作 中國大陸也有動作 各方動作都不斷 現在在兩岸裡面 大家熱議的一個話題 就是小豬羅志祥渣男事件 周陽青說他的渣是天生的 沒想到最新的這個狀況 他要原諒他的渣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周陽青他說小豬羅志祥的行為 是這種渣是天生的 而且他的錯 他的過錯 絕對沒有改過之可能 但是沒有想到最新的消息 他說有可能要原諒他 我們先來把這個故事講清楚 第一個 最近有人在微博上爆料 他說我竟然發現小豬躲在哪了 因為小豬已經隔離其滿 這個想像已經不需要在 關在防疫旅館裡面了 他隔離其滿 結果他就說我跟你講 沒想到這個人還在深圳 而且就在萬豪酒店 萬豪啊 萬豪聽起來就很高檔 等等 萬豪是Mario Mario在美國 在世界各地都有高低之分 好啦 你想說找到萬豪 一定很多媒體去圍堵對不對 他的佐證就很少 就是說因為我有一個親戚 在裡面做保潔 有地點 又有萬豪 這時候很好找啊 我們一定要解釋一下 明明誤會我們在講友台主持人 這個做保潔不是那個保潔 也是說當服務員在掃地的 所以用這個證據 大家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找出來 錯了 深圳光是萬豪系列的酒店 就有五家以上 而且是從四星到五星都有 所以找不到 不知道 好 這個消息完了之後 上次我們是不是講過 接下來就進入公關站 自從他開始隔離出來之後 這個羅志祥想像的發言 看起來有各種各樣 斧鑿的痕跡 你是說他搬出他媽媽那一次 對 第一個從搬出媽媽那種 哀兵戰術 你就覺得想像以前 不一樣 不是這樣子 就他第一篇 第二篇發漫文 跟第三篇有很大的落差 當然專業團隊進駐 因為他一損失 五 六億新台幣可能有 連他底下的男團 都會受到影響的時候 一定要止血 好 所以今天你看這個週刊 就直接講了 好了 講說這個小豬 想像 非常非常的低姿態 他不但微博上道歉 而且發動六小時的電話攻勢 非常低姿態的低頭認錯 說了所有的好話 哄他 說服他 還說我絕對願意斷掉 跟凱樂的一切關係 那這整個故事很完整 那不就承認他跟凱樂 真的坐死了 還沒完 這個整個故事寫得非常完整 第一個 酒飯節 你是睡在周陽青旁邊 還是睡在羅志祥旁邊 你怎麼知道他講了六小時電話 好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說有人操作 我們再一個一個慢慢講 好 第二個 前男友打電話來 有多少人會接 是不是 你如果已經在這個微博上 撕啊 撕到一個爆炸 你一看到前男友想像來電 誰會接 一接還講六小時 搞不好還有一點點愛意的時候 那還有剩嗎 好 我們不知道 那第三個就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這新聞放出來的時候 說我要斷掉跟凱樂的一切關係 那就有關係囉 那也就是不但有關係 可能連我們之前講的 經濟公司的關係也要斷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但我們這樣講 所有的刑事案件 大家在追溯的時候 就要觀察受益者 這整個新聞報導的受益者是誰 聽起來受益者是他 對 周揚青沒有好處 周揚青 你不講話對不對 如果他真的回心轉意 我就會想問他說 你不是說他很渣 你不是說他沒有辦法原諒嗎 那你是怎麼樣 我覺得好像一般 這陣子挺他的這些民眾 可能就覺得說你在搞什麼 周揚青的人設也會受到影響 其實坦白講 第一個 這個整個新聞背後 除非周揚青吃低渣飲食 就他喜歡吃渣 喜歡吃渣 好 但是這整個新聞出來 對周揚青的人設很傷 你原來是一個新時代自主的女性 打蛇打七寸 一旦保刀出鞘 不見血不回頭 結果現在怎麼 好像雙方又感情又回溫 那周揚青算什麼 就你真罵半天說這個人是個渣 然後現在六個小時電話 已經回頭了 那但是這整個新聞出來之後 對羅志祥來講 第一個 他回心轉意 浪子回頭經不換 第二個 他形象又恢復了 就是他有試著彌補過去的錯誤 第一次太道歉 而且還要斷掉凱樂 好啦 那這樣子 大家都會覺得回改的人最好 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他好像沒有那麼糟糕 是 那所以接下來 但我們還是要講 接下來據說 翔翔會開記者會道歉 但是記者會的地方 不在台灣這邊 在中方那邊 那你覺得為什麼 跟他的商業有關 我們直接講 因為翔翔賺的是中方的錢 然後交的是中方的女友 他回來台灣道什麼歉 在台灣又沒有歉人 可是剛剛講說凱樂 他聽說聽到凱樂 他也過得很慘 我跟你講 凱樂真正慘的地方 就是你變成一個恐怖片的女主角 不然你應該講 恐怖片裡面的那一個恐怖的人物 你又讓人家劈腿 又當人家小三 而且這麼多年 凱樂自己中間也有緋聞 那這到底算什麼 就是這整個簡直是情侶 你說說他劈了好幾條腿 這簡直是一個蜘蛛網 就你同時間怎麼 又跟這個人交往 又跟那個人交往 所以他形象很傷 所以這個媒體又爆說 這個凱樂為了希望能夠 繼續留在節目裡面 還跟羅志祥哭求等等 這個新聞到底是誰放出來的 是凱樂嗎 是羅志祥嗎 是節目本身嗎 但最後我覺得最近我們要看 還是看周陽青的官方帳號比較準 你知道因為網路上已經出現一個 聲稱自己是周陽青小號 他說我才沒有罵這麼多 這個祥祥也沒那麼壞 那擺明是洗白 但周陽青起來在這件事情上面 不準備要繼續糾纏下去了 所以說這事情我不想要再講 也沒有這樣子的閨蜜 祥祥是住在萬豪酒店 美國的有錢人現在碧溫住在哪呢 住在豪華的地下碉堡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歐洲的富豪為了避溫 他們躲到無人的小島 沒有講到美國的富豪更厲害 躲到紐西蘭的地下碉堡 對 而且他們這裡有一個計畫名稱 叫做世界末日這個所謂的計畫 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我們一般講說要躲疫情 搶衛生紙 搶什麼那個太 對他們來講那個太弱 他們其實看中就是在紐西蘭 為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以紐西蘭來講 它有個叫做懷赫科島這個地方 是許多富豪非常喜歡 因為有公司直接在這裡講說 他們推出這個所謂的 末日生存計畫 就是在地下三公尺深的地方 開始幫你建造房子 你會覺得說地下那個 一定是非常潮溼跟陰陽 可是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非常乾淨 對 非常乾爽 為什麼你知道 他們標榜說每一間 他們在地下碉堡所蓋的這個房子 最少可以容納22個人 22個人 而且是讓你一般生活著去 所以如果你要一般型的 這個所謂的碉堡的話 很簡單也沒多少錢 就是美金300萬左右 美金300萬左右 台幣9000萬 OK 那我看看影片就好了 對 不 我剛剛講的是一般型的 但你也想說我是富豪 我在裡面生活 我馬桶搞不好我要進馬桶 對不對 我也希望要有游泳池 而且如果今天說真的 末日計畫意思是什麼 不是只有這個生病而已 搞不好我有核爆 會有受傷 會有幹嘛 還會有喪失之類的 所以他們甚至有些富豪在裡面 要標榜說他要有手術室 也就是說我要在裡面是可以開刀 所以你想他的緊急電源的部分 是不是通通都要做得非常好 這個價錢就稍微貴了一點點 也沒多貴 就是美金800萬左右 貴了500萬美金 對…你這一算過來就說 差不多是2億多的這個 那我還是看影片就好了 對 可是你想想看 美國富豪為什麼會選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紐西蘭 很多人都覺得說 他的人口沒有很多 他大概就500萬左右而已 所以之前 而且在這一次的疫情裡面 其實紐西蘭他轉控得非常好 模範聲 對 所以其實你知道 那時候紐西蘭開始就講說 我這次疫情開始的時候 我要開始管制外國遊客 你知道嗎 就有人統計講說 其實有很多富豪的私人飛機 就搶在那個時候 已經進去了紐西蘭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房子都買了 你看外面上面所看的 我不講碉堡 你會覺得說這不是百貨公司嗎 這不是超級市場的倉庫 可是我們就講到說 像剛剛講的 就是現在的這種計畫 可是你知道其實在北京 北京有一個地下城 也被人家認為說 這個其實在當年的時候 是真的非常厲害 為什麼 它是在1969年的時候 所蓋的 1969年離現在可就真的很遠了 在50年左右有了 40 50年這樣子 可是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這個碉堡 他當時1969年蓋的時候 本來是只要蓋一個防空洞而已 結果這個防空洞一蓋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北京城的人 整個洞洞都下去的時候 這一蓋居然蓋出了一座地下城 什麼叫地下城裡面 裡面它有 其實有 告訴你講說我有什麼戰備室 有什麼醫護室 有什麼室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事實上它的水電設備 其實都抓好的 甚至那個時候 他們為了擔心講說裡面 因為你知道它整個空間 大概預計容納30萬人左右 還有牌坊 蓋著古色古香的 對 所以1969年不要這樣 可是問題重點是什麼 你就講地下很潮濕 當然這個因為它沒有去整理 可是他們後來發現到 他們在裡面居然有 70個地下水的水源 也就是你如果今天 真的下去的時候 你這樣住在裡面的時候 你只要往下挖 70個點它有那個地下水源 而且你剛剛講到說那個空氣 因為擔心在地下會不流通 他們居然有2300個 所謂的通風